因為我之前有到他辦公室看過他 我有跟他建議過 我說這個事情你當污點證人好不好 因為你當污點證人 你叫你的律師跟北檢溝通就好了嘛 當時他不願意跟我談太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 因為我只是好朋友建議他 但是我看這個情勢的發展 沈靜金會跟彭正珊兩個 搶當污點證人 沈靜金的頭腦比較靈光 彭正珊是公務員 可是彭正珊的自白 污點證只能夠減免二分之一刑期 那十年的話就決定變成五年了 五年他划不來 他還是不想關 在北檢抗高的內容出來之前 就只有兩個關鍵人物 一個就是彭正珊 一個就是沈靜青 這兩個關鍵人物的重要性 都在柯文哲自己的大嘴巴講出來 他的大嘴巴當然是講 第一次講 金華城就是獨立了 但是你跟我講哪裡不合法 然後講說第一個有沒有金流 第二個有沒有人反咬 結果金流跟反咬就是中間的關鍵點 柯文哲是聰明的 他知道問題在哪裡 而金流跟反咬 今天剛剛講到的 北檢今天跑到了看守所去救訓 救訓就是重要兩個人 一個就是沈靜青 一個就是彭正珊 一個就是金流 一個就是反咬 柯文哲為什麼在直播講這個幹什麼 他怕什麼講什麼 不是 他有把握這兩個不會出事 他穩 他認為這兩個他有把握 但這個很簡單 就有沒有金流 當然有金流 為什麼自己講有金流呢 157跟我們真的不一樣 你知道吧 然後他會反咬 他自己反咬 現在麻煩 我跟你講個情況 你知道吧 整個北檢的概念裡面 所有的法界都知道 污點證人會不會搞個七八個出來 當然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嘛 那這兩個裡面有一個人當污點證人 這是案就完了嘛 那誰 沈靜青 因為沈靜青當污點證人 這整個都破案了嘛 因為他就連所有的 你說沈靜青當污點證人的可能性最高 沒有 沈靜青如果當污點證人的話 就不需要彭正珊 彭正珊這個羈押就會被判刑 彭正珊當然就會跟 跟這個周邊的柯文哲同案被告 對 那就是所有污污之罪條列第四條 這十年以上起跳 對 彭正珊現在求徒理論嘛 檢察官員問你們兩個人要先幹嘛 那個被先幹掉的另外一個就沒有用了 沒機會了 就沒有機會了 而且我們在講的 你看鄭文燦的案子裡面 那個差多少 你中的我直接求除十二年 你剛剛講到的 如果你輕的話 你輕的話像這個 確定你從頭到尾都坦承 從頭到尾坦承 還可以全免了 他不是坦承 他是咬著鄭文燦 他爸爸 連他爸爸都咬了 爸爸都咬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裡面 案子裡面關鍵還是回到 就是說今天是審慶金 或是彭正珊兩個其中之一 要當污點 那彭正珊的價值比較低 審慶金的價值比較高 所以審慶金 尤其台灣的 我們現在貪污之罪條例的規定的話 宋慶的就是行慶者 他的豁免的販毒非常大 就可以剛剛講全免 他可以全免 他可以全勝而退 對 沈經紀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他會 因為他咬他也沒關係 他也不會 咬他出來是柯文哲去罰款 沈經紀也不會多付一毛錢 那沈經紀會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他的金華城這個案子的後續執行 會碰到麻煩 對齁 麻煩不是 你那個容積率要不要吐回來 沒有 容積率不會吐回來 不會吐回來 因為是訴訟嘛 就被他跟台北市政府要訴訟 那訴訟很多年嘛 訴訟過程已經把這房子蓋完了嘛 蓋子蓋完了也賣完了嘛 賣完過程當中 那就會變成業主 將來有機會欠國家政府的錢 因為他會要用代金來補繳來處理嘛 那代金補繳的話 我們估計大概一百億左右啦 可是他也不怕這個東西 他怕什麼 他怕這個建造的過程當中 銀行會抽雲根 銀行會抽雲根 是他最擔心的事情 如果現在有人願意跟他保證 銀行不會抽雲根的話 他就咬下去了 他沒有後負之憂啊 他何必在裡面受苦受難 而且沈經紀的健康情況不理想 很慘嗎 非常壞 我跟你講非常壞 我知道他頂不住 他頂不住的 很簡單 你要知道現在目前的 我們外面的溫度是有三十度 裡面的體感溫度是四十到五十度 根本沒有辦法穿衣服啊 那沈經紀平常是穿一個卡局褲的 那卡局褲根本沒有辦法穿 已經只能穿內褲 不可能撐過四個月 所以他必須要出來的 他不出來的話 可是他個性很降 他可能會撐個幾天啊 那可是他如果想通的話 知道沒有希望的話 他也會很快地放棄啦 那我認為沈經軍是 大概在我原來估計啦 我是 因為我之前有到他辦公室看過他 我有跟他建議過 我說這個事情你當污點證人好不好 因為你當污點證人 你叫你的律師跟北檢溝通就好了嘛 然後你一邊溝通好的時候呢 你就這個事情你就沒有壓力了嘛 當然是他不願意跟我談太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 因為我只是好朋友建議他 但是我看這個情勢的發展 沈經軍會跟彭正珊兩個 搶當污點證人 那沈經軍的頭腦比較靈光 彭正珊是公務員 他還在那邊想想想 想著過程這個機會 那一下子我不得了 十年 這個就是一來就十年 可是彭正珊的自白 指他自白 污點證人只能夠減免二分之一行期 那十年的話就減免變成五年了 五年他划不來啊 他還不想關啊 所以我認為彭正珊今天 他有可能咬指證 這個事情是由柯文哲 柯文哲知情 如果柯文哲知情跟柯文哲指使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是法官夠不夠用 北檢夠不夠用 因為指使的話 表示他知道違法 違背法令 那這個罪名就認罪 如果是知情的話 在知情跟指使中間兩個有一個彈性 北檢在偵訊的技巧上 我覺得可以處理 這個處理變成 構成一個柯文哲知情的情況之下 那前兩天他做的這個 他所做的抗辯 或者做證詞變成一個說謊 所以你不知道就不成立了 那就不成立了 不成立的情況之下 你明明知情嘛 那知情的話 你有沒有實質影響力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起碼就這個補強證據 就構成他有可能被收押 對 那問題是說 再回到北院之後的程序 會換到另外一個新的法官 新的法官加上新的證據 我認為收押的可能性就撐高了 柯文哲明天會被收押 對 然後我再講一個 為了今天我看柯文哲 對外的說法上來講的話 他已經知道他會被收押 因為他今天已經 他談很簡單 北檢在編故事 他跟北檢衝突到底了 他選擇跟北檢衝突 另外一個是國家需要 那國家是政府 就是政治打壓嘛 他準備搞政治對抗嘛 那他妹妹已經講了嘛 柯文哲是烈士嘛 那我懷疑柯文哲 準備當烈士的話 可能收押他又可能當烈士 烈士的話 根據我們過去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以前的烈士 最偉大的我們的 施明德 施明德嘛 施明德絕食三百多天嘛 如果說柯文哲要學施明德的話 絕食 那絕食當烈士 柯美來講烈士的話 這個時候我給予他 高度的肯定 但是因為他是為了 貪污絕食的話 可能是世界第一例 剛剛提醒在這 原來這一段話 這麼樣的一個重要 這個是媒體傳出來說 他跟他朋友的一個對話 對話裡面他講說 記者會開了 去告會計師 讓整個事情變得無法收拾 怎麼變得無法收拾呢 因為這是一個關鍵 他說現在競選總部 跟MOOC的帳簿 都還在調查局 後面還會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 最慘的還沒有開始出現 搞了半天 對他來講 最慘的不是金華城 最慘的不是北施科 最慘的也不是那個果菜市場 最慘的是 我這些帳簿在調查局 是啊 保佳哥 事實上我們其實 之前有討論過 從3月4月5月 你會發現 不管是台志光 然後金華城 這些題目 我們其實都有討論過 結果感覺上 他好像老行宅宅 一直到8月6號 開始丟出監察院 就是說他的一些帳目 一團亂有問題 然後木可公司 感覺上有非常多的帳目 感覺上跟禁總裡面 有一些不正常 因為不能講不正常 就是說有過度被 掏空到從禁總那邊掏空 錢卻到木可這個狀況 後來整件事情之後才發現 越好像滾雪球 發生越來越嚴重 後來檢調開始進行搜索之後 你就會發現好像整起事件 燒到抓到他們的一個核心 所以後來你就會發現 整件事情都開始 對 還有剛提到的 我們最新服出來的那一個 邵 邵秀沛 邵秀沛 他哪來什麼時候出國 8月中出國 所以你就會發現是 感覺上一直整個帳 查到了監察院 查到了木可 似乎之前所有的一個不清楚 有一些官商勾結的一個金流 才有了一個勾結 你說那個斷點接起來了 對 好像斷點才接起來了 而且大家還記不記得之前說 他們的一個禁總 總共大概有 快兩三億的一個捐款 是什麼 是現金捐款 大家說怎麼可能 你有938全部都現金 你的知識者都年輕人 為什麼都是用現金捐款 他們才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勾勒錯了 第二件事情 其中竟然有9萬多筆 是個人跟匿名的一個捐款 這個金額也高達兩億多 這麼高 而且你有沒有記得 金華城是不是據說 外傳有一個一兩億的一個 公關費 現在也下落不明 對喔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這一些失去的錢 跟這一邊出現的錢 而且都用不尋常 用所謂的個人跟匿名 他現在出來說 我們勾錯了 我們其實是用所謂的匯款 那到底哪一些比例是匯款 多少錢是匯款 多少金額又是所謂的一個現金 他到目前為止也都講不清楚 然後再來 為什麼你所有的錢 都要從鏡總這邊出 然後白白的讓勾客賺了這麼多 但是你卻不去在意說 整個賬有兩三千萬的一個缺口 他現在感覺上 也沒有去檢討這些事情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 柯文哲跟勾客之間 到底有什麼關係 一直到現在 他從來都沒有說清楚過 所以人家就才會懷疑就是說 是不是很多現在所謂的不明資金 跟金流都跟勾客關係 牽上連線 而且可以直接匯款到 柯文哲的帳戶裡面 就是兩種錢 一個是勾客的錢 一個是競選補助款 代表勾客的錢 他是直接收的 勾客的錢是直接收的 而且事實上大家也在討論 之前他不是說 沒有啦 我們那個勾客呢 其實那個金總要匯給他 一千五百萬啊 但是事實上我們只要會急趴急趴 但是他從來都不講 到目前為止你沒講 勾客公司到底賺多少錢 沒有 沒有人講 沒有人知道 勾客公司到底多少錢 不知道 勾客公司到底有多少錢 不知道 勾客公司的股東是誰 不知道 勾客公司到底是不是 李文娟跟李文中 他們兩姐妹100%持有的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現在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感覺上所有東西 你就會發現 這邊有一筆錢在那裡 這邊有一筆錢 不知道誰來的 但這個公司 這個中間的關係 好像都跟勾客有點牽絲萬縷 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你說 柯文哲被問了13個小時 後來突然轉到金華城之後 KEEP ME 就直接不願意再繼續談下去 有人就說 是不是問到了一個關鍵點 而這個關鍵點 是他不願意去回答 或者是說 因為他擔心 他如果回答這個問題 有可能不小心就講出了真正的一個秘密 所以他才會用翻桌的賓德的方式來進行一個斷點 所以吳道 這就像一個拼圖 這個拼圖看起來柯文哲本來以為說他逃鬼心就鬼 本來以為他的無保智慧是沒事了 看起來麻煩大了 現在這個犯罪的結構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他有上中下三層 上中下 第一層就是小沈對柯P 然後對黃珊珊 這三個 這三個的交往 最高層的 然後再交辦彭政森 彭政森都委會的主委的力量 再來交代這個所謂的少秀沛 那少秀沛跟誰對口呢 就剛剛這個我們有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跟吳順明 吳順明 吳順明是都發局的副總工程師退休 那趙秀沛是都發局的總工程師 對 他們有前後任的這種同事關係 那吳順明退休之後去哪裡呢 到中宮去了 他到中宮上來 去中宮了 對 但印的名片呢 印的是印小威的名片 所以印小威在場面上召集會議 其實在中宮這邊內行的人是誰 吳順明 吳順明 所以吳順明跟這個少秀沛兩個對口 那少秀沛聽這個彭政森的話 對 彭政森聽這個柯文哲的話 結果兩個月前嘛 兩個月前黃珊珊就召集了一個創共會議嘛 就把這個彭政森找到他的人愛路律師樓嘛 到律師樓開會的時候呢 那柯文哲派了誰去呢 派了周宇修去開會嘛 所以在那個開會之後 在接受北檢的採訪 北檢的是徵詢嘛 徵詢出來之後 所以本來的期待 昨天要押 北檢要押這個柯文哲 最重要的一個人是誰 就彭政森啊 彭政森只要咬死他的話 昨天柯文哲受壓嘛 對 那昨天為什麼突然間彭政森不咬 為什麼 就是這個黃珊珊運作成功了嘛 就昨天開始就鬆口了嘛 為什麼柯平那麼有把握嘛 他一直講一句話 你拿什麼證據來證明你要搜索我嘛 他這句話很硬耶 你怎麼知道 因為柯 彭政森已經反水了 彭政森不咬他了嘛 所以才搞到北檢火大 把彭政森收壓起來嘛 從彭政森到現在沒有認罪喔 對 所以今天如果趙秀沛出來 咬到彭政森的話 彭政森就慘了嘛 明知違法嘛 對 因為我剛剛講的嘛 所以這次就主牌 趙秀沛跟吳順明 跟印小威 跟這個跟神信金 這是一條線嘛 這是對口一條線 你看到沒有 因為沒有趙秀沛這種高手 跟吳順明這種懂法律的人 搞不出這個案子啊 小沈只會喝酒唱歌而已嘛 印小威根本屁都不懂啊 我跟他熟得很啊 這個吳順明是高手 副總工程師公務員幾十年 退休 他退休他不能去 他不能去別人 他不能把名字掛在中宮啊 所以他把名字掛在印小威那邊嘛 所以潛伏用印小威的名目嘛 然後順便有沒有做公關 當然就有嘛 所以吳順明也有做公關的任務 那吳順明就跟邵秀沛是對口單位 他們兩方的專業的合作 才會創造出來這個 所謂的自創容積率又似乎合法的架構 這整個反應是要玩出來的嘛 那這個彭震生跑到了 關鍵就是彭震生跑到了這個 黃珊珊的律師樓去的時候 黃珊珊我想也知道 我猜也知道嘛 黃珊珊只會跟他講嘛 你如果咬下去的話 你自己先中嘛 對耶 他要中的話他要免刑的話 他只能自白只能免二分之一嘛 也就是說如果我要打一個無罪的官司 我去咬了柯文哲 我咬了柯文哲就代表 我是乘上自命 我就承認 我做了違法的事情了 他只能夠減二分之一的刑期 沒有辦法全免 所以那北檢也沒有辦法給他全免 這全部豁免的話 是另外一個問題啊 所以彭震生不得不 昨天一定要把他收押嘛 所以收押以後彭震生就會反省 因為彭震生想要打無罪官司嘛 對 彭震生昨天想法是拼無罪 但是拼無罪 所以那就不會去咬 不會認罪 不認罪 你就放掉了柯文哲了嘛 因為有柯文哲咬進來的話 就是柯文哲指示嘛 柯文哲指示 你做一個違法的事情 這個邏輯就串起來了 柯文哲受押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那誰教他這個東西的 誰教的嘛 誰教的 但是串供嘛 我講的很簡單嘛 你跑到 跑到黃珊珊的辦公室 律師的去幹什麼 黃珊珊昨天為什麼那麼積極 這樣整個串起來 還有一個你不覺得 中央黨部開門是誰開門的 黃珊珊開門的 不開門 不開門不就沒事了嗎 不開門 徐埔開門 是黃珊珊打電話叫的吧 徐埔開門 那九點鐘為什麼不開門 他們公司 他們不是七點半 七點半上班 為什麼七點半沒有不開門 為什麼不開門 當然是主席交代不准開門啊 就不開門嘛 不開門你怎麼辦 如果我是民眾黨 老子昨天就不開 你怎麼收 他敢撞門進去啊 乖乖地北檢摸摸鼻子回家嘛 你夠總就跟他賭啊 黃珊珊為什麼叫他開門 為什麼 配合嘛 那黃珊珊就是保持關係好啊 所以媽媽開門 我無止這樣就絕對不開 你北檢沖進來看看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行為 整個東西是有一個 一隻手在推動的嘛 那這個土包子的黃正珊 還企圖想要去拼無罪 但是我剛剛大家講的好消息 我剛剛御豐兄請教過了 御豐給我的概念 任何人收押以後的第一個概念 就放棄拼無罪了 拼交保 拼交保 要拼交保 因為太痛苦了 所以兩個禮拜之內 彭正珊交保 都要拼交保 沈青基要拼交保 好幾個大鯊魚啊 要來咬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收押嘛 而且重罪 而且變更法條 貪污自罪條例第四條 知道什麼 就是取賄弱罪嘛 然後今天我認為 邵秀沛應該要收押 會嗎 因為他跟吳盛民兩個是對口的啊 他不收押他的話 所以你收押了吳盛民就會收押邵秀沛 兩個是同樣道理嘛 等樣的嘛 兩邊不同 他是不同邊嘛 對 他們兩個操作是合作關係的 所以他的口供要跟吳盛民口供搭上嘛 在整個細節 整個操作細節就會知道 是這樣子的一個交代流程 才創這個 因為這個違法的事件是如何創造出來的 是他們兩個專家創造出來的 那是誰指示的 高層指示 那要咬 咬到柯文哲 柯文哲就中了 好 玉鳳 是 所以今天這個邵秀沛是拼圖非常重要的一塊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吳董我講的 他跟吳盛民之間來講的話 他們以前都是督發局的 你督發局那麼多的工程師 那麼多的公務人員 你可以做到副總工程師 做到總工程師 然後呢你退休之後呢 砰跑去中工 然後呢你中工下面子公司的 孫公司的錢 然後再在映小微的辦公室裡面 掛一個無幾值的顧問 這像什麼 像吳監道 他就是知道說 我要用工程師來對付工程師 然後呢 他們跟這個邵秀沛跟吳順民之間 才有同時間來一個 長官跟屬下的一個關係 如果在這方面 要兜起來之後呢 那這個拼圖就完整了 可是重點還是要回到柯文哲啦 因為這些重點來講的話 只要講一個重點 難道這些工程師 都發局跟都委會 弄一弄你柯文哲都不知道 這個顯不合理嘛 所以呢這個邵秀沛 如果真的有被強制處分的話 進去之後 一定有人軟腳 軟腳之後呢 大概就有機會有線頭 把這案子給勾出來 對啦 我們現在整個民眾 派人去嗆聲 派人這個小草去 他們壓得住嗎 北檢壓得住柯文哲嗎 如果就以現在在台北地先組 前面的人數的話 對 我講坦白的 鬧跟我們鬧一百萬人去的館長 他在打電動 你知道嗎 他在打電動 他在打電動了以後後來 館長在打電動 他說又還沒有積壓 如果有積壓的話 就怎樣 等一下我們等著看嘛 等一下會不會積壓嘛 等一下大概我預估 他的整個流程應該是凌晨的時候積壓 然後呢到白天的時候開這個生壓庭了以後呢 大概要等明天晚上以後才會有結果 大概知道整個流程應該這樣 如果不積壓的話不開生壓庭的話 我講坦白這些人全部滾回去就好了嘛 就不要混了 為什麼呢 今天為什麼敢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直接殺到你家去啊 直接殺到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今天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是 那個自己是律師出生的黃國湯怎麼嗆瞎 他說 就跟你們講說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沒有阿伯的辦公室 你們憑什麼來收 你自己是律師耶 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以為你自己是檢察總長是不是 你是比憲法還大嗎 檢察官要收哪裡 他的搜索票是開給這個 有法官批准的嘛 法官認為準 連你每個地方都可以去 包括總統府都可以去 你知道嗎 這就是這個台灣是一個 司法獨立的一個國家嘛 所以這一次收得好 辦得好 為什麼 所以說那個搜索票 要去這個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可以去哪裡 都交代清楚 是他們決定的 不是你決定的 不是民眾黨決定的 還在講一大堆 柯文哲今天早上在幹什麼 今天中午的時候 要移送到連政署去的時候 他講怎麼樣 故意在他家門口 還在那邊說 你們要想清楚 你們要交代 你們今天敢這樣做對不對 有沒有證據啊 你要公布啊 他講的是政府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這件事情跟民進黨政府 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這樣說 我問你如果有關係的話 鄭文燦跟林一九會被辦嗎 一手遮天壓下來就好了嘛 所以事實上到現在 他還在幻想 還有 那麼為了要辦這個柯文哲 事實上呢 整個台北地檢署 是整個重整 為什麼呢 這是台北地檢署 第六次出現端鼓這個名詞 端鼓 端鼓是什麼東西 端鼓是一個虛擬代號 我們如果有去開庭的人就知道 有這個天鼓 地鼓 天鼓通常是檢查掌 地鼓是香月主任檢查官 天地啦 然後什麼木啊 什麼它有個排列組合就對了 那你是哪一鼓的 哪一哪一鼓的 比如說是哀鼓的 比如說是中鼓 中鼓的這樣子 那麼事實上呢 這一個為什麼會有 這個所謂的端鼓啊 端鼓事實上是幹嘛 專辦大案 因為一個案子很大 非常的複雜 一個檢察官是辦不了的 所以我需要一個 統籌的一個機構 他們的特徵就是 納入這個端鼓的 這個等於檢察官跟主任檢察官 不需要辦其他的案件 你只要專心辦這個案件就好了 那你以為今天只是為了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而已呢 你不是只有金華城的案子 你除了金華城的案子之外 你還有北市科 前兩天才傳了兩位 前台北市科市府時代的兩位局長嘛 還有包括那麼被叫去 事實上對方根本沒有 投標意願的廠商嘛 都叫來了嘛 北市科金華城 還不算台資光喔 還有所謂所謂 應該蓋這個好幾層樓 結果竟然先用蓋七層樓的 那個相關的資格啊 那下去標 他得標的人也跟審金金有關係啊 然後還有包括 更不要講政治先進案到現在 還是一群爛賬 還是一群假賬 這裡面的金流 木可公司到底是誰 是真的公司 還是人頭公司 是怎麼回事一千五百萬 是怎麼由這個什麼 民眾黨的這個競選總部呢 弄到木可再轉手四百五十萬 到你柯文哲私人口袋裡面 我跟你講這個都有行責 你不要以為沒有行責啊 這個有偽造文書背信 還有現在金華城 直接就是貪污自罪條例 現在是土利 一旦你不知道 剪掉手上 現在有多少的東西啊 還有 今天晚上睡不著覺的 不是只有柯文哲而已 為什麼呢 如果你曾經碰過相關案件 如果有金流的話 這些民意代表跟政府官員 你們卡尾要去塞壞 因為你隨時都可能換你們 非常換 好 回程 今天不是衝到民眾黨中央黨部嗎 衝到中央黨部 以出一個怪人 看到黃珊珊 黃珊珊不是被停止黨權的嗎 不是停了三年嗎 停了三年以後說 到了哪裡哪裡以後 沒有人可以處理 只有黃珊珊可以處理 你一個停止黨權的人 當你衝到了這個所謂的進去 衝到黨中央的時候 只有他有辦法 他到底什麼角色 我跟你說 我覺得今天從頭到尾 應該說整起事件 黃珊珊一直扮演著 我覺得看起來很重要 但不知道為什麼 在所有目前浮出檯面的調查當中 似乎都沒有針對他 對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戴口罩的 就是檢調單位的人 你這個黃珊珊不管去哪裡 他就亦步亦驅 不是 法杰公文我就問你 他們民眾黨 賣的T恤叫7點30分 他們那個時候已經快9點了 整個黨部還是暗的 你相信嗎 沒有人上班你相信嗎 沒人 代表什麼意思 柯文哲早上就1點6點 都卡在外面說 我檢調都到我家來 你今天黨部 什麼事啊 黨部不要隨便開門 甚至搞不好叫他們黨部先不要 就是派他們搜索進去 後來一定是在幾經聯絡的時候 一定要有人 顯得都殺到黨部了 所以才派出一個黃珊珊出來 黃珊珊她出來 她就說我也不知道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叫許甫來 許甫也搞不清楚怎麼開 結果還誤觸了那個警報器 這代表什麼意思 平常開門不是他們嘛 那平常開門 開門的人呢 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希望不要讓檢調進去搜索 所以就是百般阻擾 但我會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現在黃珊珊明明是已經停缺了 為什麼你還是代表著一個門面 出來跟那個 對 檢調在那邊滑爛當中 因為她是律師 所以就換言之 民眾黨除了黃珊珊之外 沒有人其他人可以出來應付這個狀況 第二件事情 不是 我看到的是 現在對柯文哲來講 黃珊珊是她唯一信任的 連她的老婆離開 都是黃珊珊接走的 對 今天那個黃珊珊竟然是來接那個 陳佩琪 我覺得啦 本來我以為是陳志涵 因為她跟她不是姐妹淘嗎 還去哪 載她去哪邊喝咖啡幹嘛的 那為什麼是黃珊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陳佩琪放出去是最危險的 陳佩琪一旦是自由自身 她如果心情不開心 她就開始發臉書了 一旦發臉書 所有檢調想要知道的秘密 搞不好就會開始按圖所記 就會看到那個她的臉書 開始在辦案 所以黃珊珊去把陳佩琪 給接走 代管 代管 看住她 你不要給我亂發臉書 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我會覺得黃珊珊事實上 我一直搞不清楚 明明整個便當會 不是黃珊珊也在場嗎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所有進總的葬有問題 她又是進總的總幹事 那你說在整個選舉的過程 黃珊珊一定也跟前跟後 包括連慰問的那一個 桃朱影員的那一次吃飯 黃珊珊應該也在場啊 她在整場的會議裡面 前後跟中間 都扮演著一個相對重要的角色 但是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她都沒事 她都沒事 而且她連證人都不是 陳佩琪 本島的無家 都被傳聞去當證人 那為什麼黃珊珊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很重要 可是卻一直沒有被列為是偵察的意思 當然我們現在記者在全部都盯著 陳佩琪剛剛不是離開嗎 已經離開很久了 到現在不知道她沒有回家 她到底跑哪去了 還有今天剛剛講的簡聯兩邊 開始去搜索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搜得很清楚把電腦都帶走了 寶貝哥從剛剛幾個畫面 今天一轉下來可以發現 柯文哲真的非常遺重黃珊珊 來 導播先把那個台北大樓 早上要進去不得進去的 那個畫面先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那個 他應該是連證署的這個 相關的人員對不對 他聽到黃珊在打電話 寶貝哥你看這個畫面好了 因為他是女生 黃珊在台北大樓 黃珊直接進廁所 可是他是女生啊 我就跟你進廁所 他全身在聽他在跟誰講電話 寶貝哥你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我要聽他你在 你是叫人來開鎖而已嗎 叫人來把那個門打開也嗎 還是你再跟誰通電話 那如果你換個時間 當時柯文哲到底離開他家沒有 所以剛剛進去 三叔一直到廁所 對 他進去廁所 那是廁所 結果他一進廁所 他上嗎 他沒上 他立刻又繞出來了 有沒有 就是這個畫面 就這個畫面 所以黃珊珊本來想躲在廁所裡面 你跟進來 我只好出來了 你看到的這是表面的 這個動作來回 但我看到的是什麼 連證署看到黃珊珊的時候 是要緊盯你全程 對 跟誰講電話 如果今天是許甫來 你給我開門 我叫人開門 我還跟你出去 等你把鑰匙拿來 你是拿鑰匙的過程 他在盯著黃珊珊 他在盯著黃珊珊 把這個畫面證明 連證署盯著黃珊珊 第二個 剛剛陳貝吉離開台北地檢署的時候 到現在 我們東新聞的記者 在這個柯文哲的家樓下等 沒有回家 現在已經幾點了 現在已經快12點了 他沒有回家 他可能在等柯文哲回家 那你就在 你就在地檢署附近等或怎麼樣 但是他上誰的車 黃珊珊 對 而且黃珊珊這一次是 自己開車 來 達伯 你看看他 他自己開車 他不是找助理開車或是有司機 他自己開車 然後叫陳貝吉上車 他把他帶走了 目前為止他們兩個去哪裡 不知道 可是顯然 柯文哲跟陳貝吉 他們非常相信 黃珊珊給他們在法律上的建議 但到底能不能幫柯文哲過關 那就要看最後 好 那如果說 今天柯文哲的所有的這個 他所採取的態勢就是 這是政治迫害 為什麼說我黨中央 以及他的那個態度 然後跟他跟連政署之間的這些回答 都有參考黃珊珊的這個回答的話 那我這個我必須講 我個人的看法 其實大家都在討論柯文哲 會不會被深壓 我跟瑞根認為一定會被深壓 但會不會壓呢 很可能被壓 為什麼 因為他做了三件對他不利的事情 他明明在8月16號 我誰那個講出來 他自己講的 因為什麼彭聖聖 要查就問我就好了 結果人家來了 你不開門 你一個多小時不開門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最後 檢調會不會跟院防講說 必須壓 因為你看他不配合 第二個 他跑出來跟大家講說 這是政治迫害 你就好好講 金華城 金華城 我是市長 我把所有資料 我就等你們來跟我約談 我馬上配合 我們就上車了 沒有問題 大家相信我很快就會回來 但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來導播看一下 台北地震有現在的畫面好了 因為他告訴大家 這是政治迫害 可是民眾的動員力量不如預期 現在如果台北地震有兩萬人 等柯文哲來的時候 其實檢放會很大壓力 壓力很大 對 但是最後的結果 就是第一個早上不開門 第二個他說是政治迫害 第三個講完政治迫害之後 根本沒有動員大批的民眾 那這樣子如何 而且人慢慢散掉了 所以我就說 這三個事情對於他說 因為華澤哥 不是只有 今天這個案子很明顯是金華城 可是北市科呢 還有國賽市場呢 還有政治獻金呢 這個都跟柯文哲有關 檢查後續還要查他的 但如果這個狀況看起來 他會尋求對抗的角度的話 那會不會 反而就說壓下來 以後要問每個案子 要比較方便 我覺得深壓甚至收壓的可能性 並不低 所以你說今天北檢這個 被人家看破手腳了 北檢被看破手腳 不是 我的北檢 他們在北檢這個動作 你柯文哲是不是 我不會去 我不會去這個怎麼講 就是說嘲諷人多或不多 但是我純粹從政治記者判斷 現在這樣的人數 其實基本上 看起來連小草是不是都對於柯文哲 是否清白 他們感到 感到有點懷疑 這館長呢 館長 館長 館長他 他為什麼沒有來是不是 對啊 館長不是講說 黃三三那時候 他會說如果我被壓的話 真的被壓的話 會不會 我就落狼啊 館長現在在投票 在投票要不要來 你真的要投票 他投票 他現在在辦公路投票 阿伯伯生押的話 要不要來包圍 現在在投票 那不就大家都陪你陪葬了嗎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主席 跟他的團隊 應該早就料想到 當檢調來的時候 如果是來拘提 如果是來擠提 如果是來搜索 如果是請我去北檢 或是請我去調查 各自是什麼說法 早就應該研討好了 但從今天的方向看起來 今天的結果看起來 他們根本沒有做好準備 今天向柯文哲 以及民眾黨 辦了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你說這個對民眾黨 對柯文哲 都是一個毀滅性的悲劇 你說現在 檢調待會兒沒有想到 跟他講的 大案是互相緩緩相構 互相緩緩緩 我讓你首尾不能相處 首尾不能相處 以後你怎麼辦 左之右處 今天真的 把柯文哲逼到絕境了 柯文哲逼到絕境以後 說這樣 今天這個記者會 前言不對後語 漏洞百出 根本就宣判 柯文哲的政治性死亡了 法拉哥 檢調原本是打算說 透過金流 最關鍵的金流 兩個是一倒一刀一刀 一比一比一比 做柯文哲做什麼 壓力測試 把他逼到絕境 但沒有想到是 逼著逼著 柯文哲直接在現場幹嘛 瞬間整個人 理智縣斷裂大崩潰了 理智縣斷裂崩潰了 我就要問第一件事情好了 你請問一下 這個4300萬 到底是誰丟出來的 我跟你講 檢調也有丟 這檢調多狠嗎 他說我們去查 柯文哲這個人 來不好意思 總共你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2500萬 2300萬 總共匯賂的總共加接多少 7300萬 但我們現在正在研究 真的是從選舉補助款 把這個錢去買這個房子的嗎 我們外人聽沒有感覺 你想想看 你若是柯文哲聽了 你會怎麼樣 毛骨悚然雞皮疙瘩 掉滿地嘛 因為你心裡清楚 是不是選舉補助款出來的 檢調也不把你說破 他就直接跟你講說 確定嗎 你真的確定 這筆錢是選舉補助款來的嗎 因為他這麼 我跟你講我從來沒有看過 一個候選人 如此的不在乎社會的形象 在選後你老婆敢去看豪宅 你自己居然花了4300萬 沒有任意毛貸款 去買了一個商辦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4300萬 到底怎麼來的 他當然講說那是選舉補助款 當然非常難看 這個單子還可以逃過 這個是牢獄之災 可是如果說你是別的錢 或者按照剛剛書肥講的 你這筆錢 根本是別人買單的 你不要說你有牢獄之災了 你根本就走在路上 會被人家屁去拿了 老公你知道 現在檢調最陰險 最壞的地方在哪裡嗎 我跟你講 他就是一役待勞 因為坦白講 柯文哲你知道 檢調現在手上有什麼嗎 他所有每個帳戶 因為檢調講得很清楚 柯文哲總共分三個帳戶 多少錢入帳 所以代表柯文哲 所有金流一舉一動 他知不知道 都知道了 而且再來這個所謂的 效項杯450萬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柯文哲 突然要打不打自招嗎 當然不是嘛 是檢調丟出來的 檢調說我們去查到 發現募可公司總共結束之後 他說宣布清算之前 現在開始一筆一筆一筆 而每筆都七位數喔 他說會到什麼哪裡 會到哪裡你知道嗎 那個私人戶頭 他說其中只有一筆 是到柯文哲的戶頭 450萬 他們說這個東西太奇怪了嘛 那這樣子柯文哲就太悲戀了 怎麼樣悲戀 也就是說你跟我講說 你現在募可公司要清算 募可公司清算之後 所有的錢要全部的捐出去 可是你在你宣布 也就是8月12號 宣布你要清算 你說你要把所有的錢 都捐出去的時候 你做什麼動作 趕快把所有的錢 洗出去 趕快把所有的錢 給弄掉 這不是太髒了嗎 對 保理哥 所以跟你講 柯文哲現在根本是被 剪掉牽著線的木偶 就在他面前 在眾人面前 秀一場什麼 秀下線大戲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450萬 也是剪掉丟出來 所以柯文哲 你們大家還想說 他怎麼這麼主動 自己說要公布兩個合約 不是嘛 是因為人家直接把你 剪掉丟出來 人家說你1300萬 進去有問題 柯文哲背後幹嘛 我只能公布我的合約 說沒有啦 這個是我百分之十分之一 然後人家說 不對 物考公司匯嫌給你 沒有啦 這是我的肖像費 所以保健哥你有沒有注意到 柯文哲這一筆一筆 一刀一刀 是誰逼著他的 剪掉 剪掉在逼著他嘛 所以你看喔 當今天記者問他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整個我們講 李治憲跟他的新訪 完全的瓦解了 因為記者問到了一個 他根本沒辦法回答問題說 不對啊 柯文哲主席 你說這個4300萬 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買那麼貴 人家是88萬 然後你買88萬 人家原本是80萬 然後再第二件事情 你本來不是說他個人辦公室嗎 那你現在怎麼又變成說是 我們講的立法院辦公室 所以柯文哲當場 直接就崩潰了嘛 就說沒有啊 我個人也常常會去立法院啊 所以我同仁也可以用啊 這個 所以就是我們同仁立法院的辦公室 都一樣啦 反正我們都一樣 所以柯文哲你知道嗎 他現在已經被逼到了 所有問題 他基本上 都是你講一個 我湊一個 你剪掉丟一個炸彈 我只想辦法去拆引線 但是拆到最後面 他發現一件事情 不對啊 我整個人就是像在我們講的 如賴佛的屋子站一樣 讓你玩弄 你要我去哪裡 我就去哪裡 而且到最後面 不是 文哲 他最無恥是不是 他說你幹嘛要放在自己的名下 他說 放在我的名下 最負責的 不是 他是說 放在我的名下 我跟你講 監督力道 是最強的啦 他是這樣講嘛 我聽不懂 不是 他自己也聽不懂 那個他已經六省無阻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現在不要 欸 我現在搞不得他在幹嘛了 對 我跟你講 所以你看喔 你仔細看了 比如說包括為什麼 逃出影員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啦 一定是有消息出來了嘛 因為檢調現在在查 他一定查到說 喔 那我一定要查說 你是什麼時候交付這個金額 或者是什麼時候這些金額 有對價關係嗎 因為各位不好意思喔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審慶慶的4500億 我都不好意思訴訟 欸 審慶慶不見的錢 是好幾億耶 他是好幾億的公關被不見喔 其實這是檢調丟出來的消息 不是我張宇軒講的喔 所以代表檢調已經知道說 有好幾億 你從金華城聽聽出來 那這時候又丟一個 你再逃出影員跟他唱歌 那我們淑慶又說 不只唱過一次 那寶傑哥我問一下 有什麼地方 比逃出影員更適合交付 有什麼地方比逃出影員更安全 有什麼地方可以 我們講 連核彈都炸不出來 就逃出影員啊 所以我講這一筆一筆 都是剪掉在玩弄他 我都知道你在幹嘛 好可怕喔 那我就不講啦 我不講 我就看你在外面演給大家看 看你要怎麼演嘛 那你想想看喔 等到後面 如果柯文哲演的這些爛戲 你一刀一刀一筆一筆 最後再被戳破 然後這個二十萬字 鄭文燦十萬字吧 二十萬字的起訴書給你看 到時候柯文哲 那本書會變什麼 後社會有流傳耶 到時候柯文哲 就不是什麼社會性死亡了 所以你說現在 整個檢調單位是在 臨時柯文哲 當然臨時 為什麼我講一個重點 你就懂了 明明今天喔 我跟你講 早就已經申請羈押了嘛 審慶已經跟我們講的那個 那義小威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今天他說 律師在越界 你有看過律師越界那麼久的嗎 沒有 他說我這個一個這個也越界 這個也越界 這個也越界 三個人都要越界 所以我就越了一整天 我跟你講不是嘛 他就是要拖 他就是我跟你講拖到明天 他也慢慢來 到時候姬阿婷說 明天也來不及了 因為這個我們講的法官要晚一點 你知道幹嘛嗎 一路弄到六日到下個禮拜嘛 因為這一段期間 我問你柯文哲要怎麼辦 柯文哲無地自容啊 所以他只能用一個 我們講的鬼盾說 我三個月我要告假了 我不能再面對大下 原本大家外界預期 我們大概講說 柯文哲這個人會道歉嗎 他那張嘴 一定拗到最後一刻吧 柯文哲金柳沒有道歉 道歉了 不止一次說 我為人處事就有問題啊 我這個人喔 不夠圓榮啦 我這個人 我沒有看過柯文哲這樣 一巴掌一巴掌 一直打自己的 所以我就講 現在當這個東西 已經瀕臨到極限 那檢調根本不齊啊 因為我想白了 犯罪證據請問一下 鞏固了沒 鞏固了嗎 鞏固了 金柳才是最大的犯罪證據嘛 早就已經鞏固了 他們現在只在玩弄他 他大概說我就看你柯文哲 要耍猴戲耍到什麼時候 好 所以會成 你說現在檢調最恐怖的是什麼 瓮已經準備好了 瓮準備好了 是請君入瓮了 是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柯文哲跟他們整個團隊 講了太多謊 講了太多謊之後 你現在完全沒有辦法兜不攏啊 所以兜不攏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漏洞擺出 而漏洞擺出的情況下 你就會形成柯文哲這樣 今天他自己在說什麼 不是我們聽不懂 他自己也都聽好不好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講一件事 你說其他事情不講 你光是給那個 所以對 我就不懂 我說什麼叫做 把這個東西放在你的名下 監督力道最強 然後你臉不紅氣不喘 整個每一個都金句 譬如說你明明是買88萬 那你買得比別人貴啊 他說我貴的話我就不會買 明明就是88萬 就比別人的80萬貴啊 那你又買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現在講了很多話 人家都聽不懂 他到底在講什麼 其中有一個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光是那個1500萬元 就是他現在跟那個 木可公司之間 兩個好像你要找律師 要生狗啊 這個1500萬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詭異耶 因為他說 哎呀我們從頭到尾 透過第三方支付 木得來的錢是1.5億啊 但是其中什麼什麼成本 怎樣我們其實只要給他150萬 但是呢我們不小心給他1500萬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叫他退回來 你覺得有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現在 而且木可公司不是解散了嗎 對 解散了 第二件事情 那就來了一個問題喔 那你要 他解散以後還可以開發票 對 而且現在來了一個問題喔 最詭異的是喔 你的1.5億 到底從頭到尾 是進你進辦 還是進木可公司啊 因為除了第三方支付 很多人跟木可是直接買T恤 買物品買這些錢 這個錢是進哪裡 當然是進木可 有這個電商平台買的嘛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所有透過第三方支付的錢 都是進入木可 而木可弄了1.5億 那如果木可弄了1.5億之後 他自己扣了1500萬 然後其他錢弄給你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現在要跟人家說 沒有啦 你靠太多了1.5億 那不是其從頭到尾 你根本都明知 只是因為被他逮到 現在被大家逮到了 你才叫木可吐出來 所以換句話說 他跟木可之間的關係 千絲萬里 從頭到尾根本就是綁在一起 是現在被人家逮到了 才必須要進行一個切割 好 除非 你從事政治工作也非常久了 我現在不懂的是 你今天明明說不清楚 你想不明白 而且你今天明明漏洞百出 這個都信者會議開完 我覺得 那根本就是一個毀滅性的悲劇 整個網路上一片的 根本哀嚎或什麼 一片的嘲笑怒罵聲 可是他為什麼非開不可 他已經走投無路了嗎 這已經是民眾黨第四次開這個 亂杖風雲記者會了 他們現在有兩個風雲 一個是亂杖風雲 一個是精華風雲 為什麼他一直要開呢 這都是在開給小草聽的 小草需要有一些信仰 然後去寫網路去傳 阿伯今天說什麼了 阿伯說什麼了 阿伯道歉了 阿伯承諾要把他4300萬公益了 阿伯說他這個是要給黨用的 小草需要有白言教的這種信仰去傳 所以他不是給我們這種正常人聽的 是喔 我們這種正常人聽 我想說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可是小草聽了 就會開始去把它寫成這個科語錄 阿伯說什麼 阿伯是對的 對 他今天一直在謊神 可是當台下開始說 阿伯加油拍拍手 柯文哲終於露出笑容 大家沒有看到那一幕嗎 柯文哲是需要小草的掌聲的 今天有一幕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有個記者非常有水準的問了一句說 請問一下 除了現在已知的房產以外 你跟這個陳佩極還有沒有其他的房產 這個問題很簡單吧 他開始說 我告訴你 我這個人就是想到什麼我就去做 雖然我從政10年 可是我還是沒有很原種 我想到我們需要在立法院附近有個辦公室 我也沒有像別人一樣 先去轉到基金會 我就直接去買了 講到這裡 人家只是問你 還有沒有其他的房產 那代表他還有其他房子 沒有問你買這個商辦的心路歷程好嗎 他繞了三分鐘 沒有回答 他還有沒有其他的房產 你說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在回避 但是沒有回答 其實也回答了 就是應該有 87%是應該有 這也太可怕了吧 對 好啦 他說 為什麼用他的名字 監督力量更大 他說 只要我每次選舉就要財產申報 大家就會知道我有房子了 這是監督力量更大 不好意思 如果你登記在政黨名下 政黨的財產 是每年都要揭露的 不用等你選舉 你萬一 你老實萬一不選舉了怎麼辦 我其實覺得他監督的講法是 他知道他不選舉了 我不選舉之前我一無反顧撈一次 對啊他已經一無反顧撈一次 一無反顧騙一次了 他就不要選舉了嘛 所以他今天就撈滿騙滿了 所以他這樣講法就是 如果他今天以後不選舉 他名下的所有財產 你都不知道 都藏起來了 下面的記者非常認真的在問 問到他已經六神五組了 我今天一直以為他是不是擦粉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臉色非常的白 我想說你還擦粉才來 然後還剪完頭髮才來 我想說你是不是請假是準備要被羈押了 然後為了怕這個 你說真的很多人羈押之前去理頭髮 對怕進去以後幾個月沒有辦法理頭髮 然後我昨天就在問我朋友說 他跟佩琪兩個會不會開始在燒鈔票 趕快燒一燒 因為當年不是林醫師也趕快丟到盒裡面嗎 這個命跟錢 現在命比較重要有沒有 趕快把證據燒一燒 就看他們家有沒有吹煙升起 對啊 免得突然被搜索有沒有 鈔票太多 趕快燒一燒 趕快這樣子 我覺得阿伯今天的這個記者會 昨天我私底下聽到有民眾黨的朋友 在憂慮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記者會會不會開不成 萬一今天早上阿伯就 抓去 會不會抓去 會不會開不成 還好還是給他們開成 那下個禮拜阿伯是不是還能夠去立法院上班 他們現在心裡也沒什麼底就是了 現在看到 今天居然傳出一個非常重大的瞎起 阿伯受不了了 阿伯居然要佔別黨魁 你說 現在這麼鋪鐵蓋的壓力 讓他已經無法承受了 他現在在出門 已經沒有辦法講話了 他過去每次碰到危機的時候 他就可以轉移焦點 就沒想到 他現在每次轉移焦點之後 那個回力球 又會打到他自己的身上 而這樣的壓力 讓他必須佔別黨主席 王姐阿伯真的崩潰了 崩潰了 今天晚上的民眾黨的擴大會議裡面來說 阿伯疑是他可能要最急 這個下招最急 而且他可能要佔別黨主席的這個位置 那未來他怎麼處分呢 由他們民眾黨的黨中央來決定 甚至他有可能被開除黨籍耶 真的假的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說 我就佔別我主席的位置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就說因為他已經被折磨到不成人形的狀況了 所以他說現在已經講到 要殺妖寡隨便你們了 對你看過去阿伯都是 這個記者採訪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你看他今天早上幾乎已經完全不講什麼話了 話越來越少了阿伯 表示他心理壓力越來越大 尤其是目前為止 剪掉了五個案子來說 壓著他 他就好像孫猴子一樣 逃不過這個如來否的五掌心 這個收掌心 金華城北市科 這個萬大雨果市場 台智光還有政治獻金身貌不死 這五個案子壓著他 而且我就 所以說阿伯現在被壓在五指三下 對而且那檢調每天都硬硬的 給你阿伯心理的壓力 每天每天給你施壓 這個對你對抗 而且他放你在阿伯在外面 阿伯會講話 沒有關係你阿伯講話的時候 會丟出更多證據來反駁你 所以某些程度 他是放著阿伯在外面 為他的案情辯解的時候 他慢慢慢慢的戳破他 他自己戳破他自己的謊言 所以你說北檢 現在在臨敵阿伯 對 他現在在裂解阿伯 對 就丟出更多證據 你說這個 誰說 誰不能夠 誰會用現金買房 好我就丟出一個 嚴重就爆出一個 4300萬的現金買房 用這樣來臨死你 保證 某些程度來說 他已經慢慢慢慢的 社會性死亡 你的民調很低的時候 這五個案子要辦的時候 就越能夠得到社會的這個支持 而且今天剛剛講的 有一個驚天動地的發展就是 金華城我們知道 已經約談了 台北市政府科長以上了 今天彭震生也約談了 甚至我們剛剛講的 都發會的這個委員 包括宋政麥 都已經是接受約談了 結果沒有想到 當這個周邊都清理之後 今天還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搜索 竟然 兵分43路 沒錯 抱歉 事實上目前為止 檢調要調查的案子 都越來越靠近核心了 你看從8月12號的 這個金華城這個案子 約談彭震生 然後這個8月27號的時候 你看又約談這個 這個端木正的助理 他要查什麼 他要查所謂的政治獻金的案 然後下午的時候 又約談北市科的案子 你看每個案子每個案子 都在進行之中 你說一環扣一環 對 它是每個案子 同時並且一直把你 抱歉簡單來說 它是用這個 慢慢的把你勒緊的一個狀態 我每個案子都可以勒得 越來越緊 你說現在要把阿伯無碼分析 你怎麼去辯解說了案子 你根本就 現在又是這個案子 現在這個案子最新的進度 你看我應該講 人在這種狀態之下 會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也就是說 今天我要去面對政治獻金的時候 剛剛講的 當然就是陳偉學就來了 剛剛講的 我在面對政治獻金的時候 金華城就爆了 那我已經要去面對金華城的時候 北市科又來了 對 所以一環一環 結果沒有 今天早上最新的進度 兵分四十三路 檢調開始聯合偵查小組 四十三路去搜查什麼 中工集團說 沈慶金還有臺北市議員的 有應小偉等等的人的辦公室 現在有四個人已經被列為被告 沈慶金 陳奕坤 應小偉 還有包括說他的男友王尊凱 所以大家都列為被告 抱歉 如果假設今天 沈慶金跟應小偉被列為 被羈押之後呢 抱歉 那這會變成怎麼樣 下一個人就是誰 可能柯文哲的時間點 就越來越逼近嘛 所以在這麼龐大的壓力之下 你看政治獻金 台資光這個雨果市場 北市科金華城 五大案幾乎讓他完全動彈不得 說他現在怎麼辦 他現在只能夠 好 那我就佔別 黨主席的一個職位吧 而且實際上 你講說很多案子都有 施跟虛的部分 對 施跟虛的部分 你看嗎 外面看起來我在辦計劃程 我在辦北市科 我在辦正正信信案 對 跟你說真正的關鍵是什麼 真正的關鍵在後面的金流 你說這個金流已經呼之欲出 所以你講呢 去找端木正的助理陳偉軒 去查所謂剛剛講的 木可公司給的一千三百萬的授權 怎麼會下落不明 結果我剛剛講 阿伯馬上明天就要開幾次會 馬上就要去說木可公司 馬上去交代這個金流 代表這個金銀島 真的不要抗了 沒錯 我們昨天講了 柯文哲的金銀島在哪裡 檢調不是約談了這個 端木正的助理陳偉軒嗎 寶傑聽說檢調說 你裡面有這個一千三百萬的金流 不知去向 寶傑這有幾種可能性 他約談這個陳偉軒之後 因為他是當初 key in一筆一筆的時候 好 現在釐清幾個 這些key in進去的 到底是真正你有看到發票 還是別人跟你說 要key in這些東西 你可以講清楚 如果你講清楚 如果你說沒有人 是別人支持我們 那誰支持你呢 所以你知道假發票的案子 就呼之欲出 在這一千三百萬的金流 到哪裡去 寶傑現在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是先有進到木可 然後呢 就有人離走 另外第二個是 根本沒有到木可 沒有去木可 所以那就好 那就可以知道 未來的金流在什麼地方 流到的去向 就是指指這個所謂的金銀島 另外一個寶傑 4300萬的這個 為什麼會爆出這個4300萬 是商辦 4300萬現金 阿伯一開始就說 沒有我是用這個政治現金的 政治現金的這個部分 好萬一不是呢 如果假設這個金流 從頭到尾 這4300萬沒有從阿伯的任何 一分一秒他的帳戶出來的話 寶傑那可以連上什麼案子 財產不明罪 你趕快連上 是誰給你這個房子 所以來說其實 這些都是一關扣著一關的 一關扣著一關 所以柯文哲為什麼 感受到壓力越來越大 很多證據都開始出來了 他的金流的脈絡 已經越來越清晰的一個局面了 而且現在用的貪污制罪條例 是不違背職務的貪污制罪 是 不違背職務的貪污制罪 中間就要有個金流 對 所以剛剛講的 經常講 你現在政治現金 這個申報不是已經非常確定的 是 可是不管金華城北市 哥萬大雨果市場 台字光明總要有個金流 這個金流如果真的確定說 欸 阿伯真的有一個神秘的金庫 這個神秘金庫 呼之欲出 他就完蛋了 對 所以我就說 找到金流的話 阿伯可能就這個大概是 會被五馬分屍的一個狀態 那尤其他現在呢 你看約談這個 這個所謂端木正的助理的對仗 對仗就開始查嘛 我把你的謀 我就說 你千萬不要得罪 所謂會計師跟他的這個助理 因為什麼 他對你的金流太過詳細 而且 他們現在不是說嗎 他們很多都完全 在這個 進種很多的這個 這個仗都是讓端木正 他們去key in 去處理嘛 所以他們一定非常清楚 所以現在呢 為什麼他這一次要這個 在明天呢 可能會跟民眾黨道歉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如果假設 他跟木可之間 有一個神秘的往來的話 保證他是 他不是掏空民眾黨啊 所以也就是說 他現在問題 越來越大的一個情形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宇雪 你說柯文哲今天所有的表現 一出門根本不敢講話 代表他的心理狀況 已經出了問題了 而且到了今天晚上 居然傳出來說 他要用請假的方式暫辭 黨主席 你說 現在剛剛講的 政治現金開 台志光案 萬大漁果市場 北思科 進化成 五指塞 壓著 已經壓著 他喘不過氣來了 保證哥我們現在正式定調 柯文哲的心理防線 已經全面潰停 完全崩潰 當然為什麼 因為第一件事情 他今天下了最急躁 你說下了最急躁 宇雪可玩假的啊 他只是我們講的 暫時請假而已啊 他只是說送中民會 不對 代表說柯文哲認為自己 前方已無路 如果說我明天後天 就會被羈押 到時候輪你們來處分我 我不如自己處分自己 所以萬一是 當柯文哲最急躁的時候 他聊什麼 你說 我已經承受不了 那個曖昧的氣氛了 我乾脆直接主動認罪 就這樣吧 有人殺人 然後每天晚上有女鬼來搞你 每天晚上有女鬼來搞你 搞定你每天睡不著覺 他就趕快自投羅網 人死我殺的 對他已經準備接受 所以 那個女鬼每天晚上再纏他 他準備接受什麼 我就是要進到土城這個事實 柯文哲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了 我絕對跑不掉 我就是要進到土城 所以與其等著我進去之後 外面一團亂 我不如先自行處分 自行送中民會 沒有輪到你們還要來討論我 娛樂我的空間 所以我終於知道 那個自行投案的心情了 對 那為什麼他要自行投案 各位理由很簡單 因為真的掰不下去了 你想想看喔 柯文哲過去遇到這些美式紛爭 他都說什麼 我跟你講垃圾不分藍綠啊 藍綠一樣爛啊 國民黨後面多一個人 民進黨後面多兩個人 開始什麼 拉東扯西 但請問一下這一次有沒有作用 沒有耶 完全沒有 來第一個案件我們講 金華城他第一手先說什麼 這是集體共識決 難不成你要把都委會全部抓起來嗎 結果這時候 都委會 一個一個約來 16個全部都要跳出來說 沒有啊 我們都反對 沒有啊我反對 然後我就被換走了 沒有啊 這是市長上面才對下來的 每一個都在臉上 所以還不出去 拗不過去嘛 拗不過去可能只能繼續說 哎呀我們跟你講 這個都有公開程序啊 SOP 結果彭正先生就跳出來 彭正先生說什麼 說沒有這首長行政才要選 對 彭正先生還說什麼 彭正先生說說 一般來講我們市府的所有官員 不能去擅自外面接陳情案 拿進來 結果誰接陳情案了 柯文哲 有嘴講到沒嘴 完全在新華城上 一敗塗地 但是寶傑哥這時候又來了 為什麼 第一件事情 欸 沈靜情前被約談耶 他根本內心什麼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欸沈靜情說是 今天剛剛回國 剛剛回國檢調馬上門 上門以後是兵分四十三路 他說沈靜情早上還想落跑 你知道沈靜情 最讓柯文哲害怕什麼嗎 他這兩個案子已經非常壓力三大 結果沈靜情突然又莫名叫做 欸欸 我跟你講 那個好市府 柯市府 都有人跟我要求貪污 所以代表沈靜情是什麼 他根本不受控 所以會不會進去之後 莫名其妙咬什麼說什麼 柯文哲沒辦法 清楚知道嘛 再來最後一根倒桃是什麼 他老婆 欸不好意思 現在大家就在討論 柯文哲什麼問題 錢的問題 說你到底拿了多少錢 你到底黑了多少錢 結果他太太竟然跑去我們講的 逛房子逛一逛之後說 我小宅也要買啊 辦公室也要買啊 我好宅我也想看啊 我通通都想看啊 結果柯文哲 又在這個時候 本來可以硬拗喔 拗說什麼 拗說我把我所有家產給會 大安上育 包括我們杭州南路 賣掉加起來剛好一億元 加上我的兩千塊 剛好等於1.2億元 結果這時候多了一個4300萬 他要怎麼解釋 他沒辦法解釋啊 他只能說我拿選舉補助款 來把這個洞給填起來 但我就請外寶傑哥 金華城也瀕臨爆炸極限 政治獻金也瀕臨爆炸極限 如果這時候柯文哲再出一案 也就是他還有再買另外一個地方 錢就兜不起來了 給全回了 所以你仔細看 這每一案串起來 柯文哲等於在幹嘛 吹牛皮 我這邊吹 這邊吹 結果牛皮 爆了 到了爆了這個 爆了是什麼 是他的心理狀態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沒有辦法再多說一個謊 因為再怎麼說 都會被一刀一刀的打臉 再怎麼說 都會被一刀一刀的否決 所以柯文哲乾脆幹嘛 不要啊 不要再輪到你們打我了 我自己捅自己這樣可以了吧 好 野鳳 他知道嗎 這次的一槍必命 就是你丟出那個4300萬 本來他老婆 去看豪宅已經對小草 造成其他的衝擊 可是他講 我們又買不起 然後那個管理費 比我的這個所謂的退休分還高 那只是計畫了 根本沒有 結果你居然橫空出 是丟了一個4300萬 而且這個4300萬完全是現金 如果是現金的話 他講說 那是他的總統 副總統的選舉補助款 可是到現在 包括蘇慧講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筆錢是直接匯到了黨部 如果這筆錢你真的拿去用 那就等於是中選會匯到黨部 黨部再匯到你的這個戶頭裡面 你把匯管單拿出來 那如果說你匯管單 你怎麼去買這個4300萬 他都不敢交代 代表他有一個神秘金庫 而這個神秘金庫 將要浮上水面了 我覺得他的神秘金庫 可能超乎大家的想像 我先跟大家講 柯文哲現在的狀態叫做什麼 日落西山 而且呢 葉克摩之父救不了他自己 你說他現在就在葉克摩狀態 對 他已經叫做社會性死亡 為什麼我這樣講 這個4300萬的商辦 第一時間他出來回應說 我是要構製做我個人辦公室使用嘛 所以用4300萬的現金嘛 結果今天陳志涵又跳出來說什麼 他說我們這個是要做黨務使用 你第一時間又說個人辦公室 現在又說黨務 而且現在就有人在使用 而且現在這個人的租約還沒到期 對你從買的時候 5月10號到目前為止 你都在收租嘛 第二件事情 我就要問民眾黨 你說做黨務使用 請問現在租金是誰在收 那一個租金是不是會到柯文哲的戶頭 他怎麼會是黨務使用 對 對不對 第二個 你說黨務使用 在要買的時候 你們內部有沒有開過會 大家記得 在6月的時候 他們有討論說 全部都要搬到這個台坡大樓嘛 台坡大樓三樓 然後柯文哲辦公室也都在那邊嘛 那你如果說要黨務使用 今天你是來看這個濟南大樓 旁邊還是陳佩琪的1.21豪宅 你如果當初就直接用民眾黨的錢買的話 或者用基金會的名義買 沒有人會講話 如果你有那個瘋鼓 你那時候又買1.21豪宅 你又要買這個辦公室 你如果跟各位黨工 跟陳志涵所有的人講說 我們今天如果立法院開會 要休息的地方 你們全部都來我的辦公室 全部都來我的豪宅休息 那我就幫你拍拍手 可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現在是被發現了之後 你才改口說 第一個你用個人辦公室 用個人的名義 現在又說做黨務的使用 所以從頭到尾一派胡言 這個才是柯文哲現在 最嚴重被大家質疑 他們兩夫妻的誠信問題嘛 所以看到現在柯文哲的情緒狀況 已經出現瀕臨崩潰 剛才講以前他只要來 他根本不在乎這些鯊魚 你們這些記者 根本就被我玩弄在鼓掌之間 可是現在他才發現 記者居然也可以當鯊魚 而且不斷地撕咬他 不但不斷地撕咬他 他連一點反抗的能力都沒有 剛剛講的 這個不能反抗的能力 面有一個關鍵性的人 我們一直沒有提出來 李文中 李文中不見了 李文中才是關鍵人物 因為李文中才是不可的董事長 那李文中不見了代表什麼 李文中跟柯文哲現在的關係 到底如何 如果李文中跟柯文哲現在的關係 出了問題 那最可怕的追哨者就出來了 最可怕的追哨者就叫做李文中 因為以我們對柯文哲長期的觀察 他跟李文中一定鬧翻了 鬧翻了 為什麼這樣講 我講這個時序 4月8號 他把監察院把他的帳退見 對不對 可見當時柯文哲 李文中 黃三三一定知道 柯文哲一定會認為怎麼樣 你這個政治現金的帳 中間的差額怎麼會高達2000多萬 他第一時間的反應一定是什麼 李文中 你把我的錢給吞了 是假的 他一定是這樣覺得 不然你怎麼會有那個 我全部那麼相信你 對 我都交給你 怎麼會有發生2000多萬不見了 我的錢在哪裡 有2700萬應該在戶頭裡面 這個戶頭居然被領走了 對 所以到當時 你看喔 他4月被通知嘛 所以他5月10號 趕快來買了這個商辦 再來呢 他5月16 6天而已 他就幫他兒子開了這個 治療科技公司嘛 他為什麼那麼急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原因很簡單 他可能就是跟李文中鬧翻了 所以他已經不再相信李文中了 所以他可能就要把這個 木口裡面的錢 甚至他未來 他的小金庫裡面的錢 全部都要把他放到這間公司裡面去 就在這個商辦裡 只是不小心在這個禮拜 就被我給踢爆了 所以呢 如果我沒有講 大家不知道 柯文哲可能就按照他的步驟 他沒有真心的要處理查障的事情 因為4月8號通知你 你5月10號在買房 你買房 你不可能當天看當天買房 你一定是提早之前 一兩個月都在看房子 你看房子比你查障還要來得更急 那我就問柯文哲 你到底為什麼那麼急 而且你從5月買了之後 一直到7月 你們陳佩琦還不斷的在看房子 看豪宅 而且就我的消息 你還不是只有看東門捷運站的附近 你連忠孝東路二段你都在看 忠孝東路二段 對 所以 等一下忠孝新生站旁邊 我跟大家說 散倒是捷運站附近 所以你的範圍真的都是沿著立法院的周邊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陳佩琦 柯文哲 你們接下來應該好好的面對 不管是你們這些小草支持者也好 你們黨內的這些黨員也好 或者是黨公職再來還有司法的調查 應該要把金流好好的公開 因為雖然你講說是用選舉補助款 但是沒有公開誰知道 你會不會有其他不明資金的來源 這個才是大家關注的議題 好 蘇菲 最近非常關心的進化案 今天開始兵分四十三路 而且剛剛講的現在 沈慶晶跟這個所謂的易小暉 都已經被轉為被告 這個對柯文哲來講 已經慢慢收網了 已經慢慢收網了 最後已經掐到柯文哲的脖子上了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 兵臨城下諸法圓滿了 像今天很多人問我說 奇怪 兵分四十三路 為什麼都沒有搜索 柯家 柯境辦 柯的相關處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已經約談了這麼多人 一拖拉苦人 為什麼都還沒有約談柯 我認為不用約談柯 不用了 當所有人的證據都已經搜索完 都已經收集完了以後 最後就是找來柯 寬慨給他看說 這個人說你怎樣 這個人說你怎麼樣 你怎麼回應 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現在找柯來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我說為什麼說租法圓滿 對柯來說 他整個人全身上下 就只有一件事情 是關鍵點 金流 金流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剛言鳳說了嘛 你買的四千三百萬的錢 現在是關鍵點喔 原本沒有這個房子喔 我們還不知道說他有這麼多錢 而且花出去囉 那這些東西都不用傳喚柯文哲 檢調只要跟銀行索取柯文哲的 帳戶金流就好啦 而且你說那些帳戶已經被盯上了 而且被盯上之後 你是不能隨便移動的了 他移動還是一樣都漲 所有的金流 所有你只要在銀行帳戶裡面流動的東西 大家看林依錦的案例 連林依錦拿著助人頭助理的提款卡到提款機 的那個畫面 檢察官就調得到耶 那何況是柯文哲在帳戶裡面 如果有游動這一筆錢 如果他本來沒有四千三百萬這個事情喔 還抓不到喔 現在有四千三百萬 你就必須要解釋 你買這個房子的錢從哪裡來的 如果從你的帳戶來的 OK 如果真的也從民眾黨來的 他還解釋得通 但如果不是從銀行帳戶出去的呢 或者他銀行帳戶還有別的錢呢 以柯文哲跟陳佩琪的小心 他可能說喔 家裡放了很多現金很恐怖 很恐怖很恐怖 先傳兩個皮箱去買買 還是說那間房子有人買 那間房間為什麼要買濟南路 濟南大樓的三樓 裡面那家公司裡面的股東 剛好又跟沈靜靜有認識 當時是仲介帶你去看的 還是朋友帶你去看的 為什麼你要不砍價買到歷史高價 為什麼你要全額買連貸款都不貸 很多為什麼的 現金放在手上不好嗎 可以貸款不貸款不好嗎 錢太多會咬你嗎 趕快把它付一付高價付一付 買貴的當潘娜也沒關係 而且今天我覺得更重要是有人去算喔 如果你真的拿了4700萬 你是要帶那個箱子 你知道幾公斤嗎 要4咖呀 因為昨天鄭文燦 要50公斤 對啊 昨天鄭文燦 2800萬就2咖了嘛 對啊 所以柯文哲阿菲變成貝斯 你說柯文哲有能力 他有練建立 他可以扛個50公斤 去買房子 所以你4300萬的金流 你出事一下你的帳戶 存款帳戶有多難 到現在 我們就看明天的記者會 他會不會出事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今天沈靜青做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舉動 什麼舉動 他下午發了一個聲明 他發聲明的時候我非常錯 因為記者來問我的回應 我說他不是在在偵訊當中嗎 一個在偵訊當中的人 他怎麼發這個聲明呢 這代表一件事情 那個聲明早就寫好 交給一個人 告訴那個人 我幾點沒有出來 你們就發那個聲明 OK 那個聲明 除了幫自己喊冤以外 像不像隔空串供 隔空串供 如果什麼情況 你可能發A聲明 什麼情況你可能發B聲明 我高度懷疑 那個聲明還有AB版 如果我被 那個問訊的時間太長 你就發A聲明 如果問訊的時間短短的 你就發B聲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準備到這麼齊全 可是今天那個聲明很奇怪 開始去模糊焦點 東咬西咬 開始說 柯市府也好好市府也好 都有官員來跟我鎖匯 都是刁難不成 被逼我最後要找議員去找市長 結果網友說 所以你被鎖匯 你沒有給 結果你很可憐被刁難 結果被刁難到最後 容積率暴增到840 真是委屈你了 越刁難越多 越刁難越多 真是委屈你了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整個神晶晶的 今天的操作是非常奇怪的 而且今天喔 他本來 據媒體報導 他本來要抓到他說 他是要跑的 對 然後這個小位議員 據媒體我們也不知道真假說 他原本昨天也有出境的跡象 是不是又代表他們有收到封 這個就讓我想到昨天柯市長早上 當媒體問到他說 彭震生說金華城是你交辦 他說 我要開記者會 我要一次講清楚 到了下午說 沒有啦 我記者會想的是藏物 沒有要講金華城 他雖然說了 他不想講金華城了 我們那時候就在笑說 你怎麼說了 是不是他昨天下午 也知道今天的大動作 出事了 不敢再亂扯了 不敢再說 來啊來約談我啊 快點來約談我了 少囉嗦 他今天怎麼不這樣講 對 對 今天頭髮你笑啊 不要約談我 拜託不要約談我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金華城的案子也好 北市科的案子也好 帳戶的案子也好 歸根究底 就來自 只剩一個字要查 錢 錢 就這樣子嗎 我們今天看到了柯文哲 今天這個表情 怎麼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樣 他這個表情 他的自信 他的風采都沒有了 現在有人講 他心裡那個防線 真的崩潰了嗎 就昨天知道了嘛 昨天知道這個案子 已經開始啟動調查了嘛 然後開始搜索嘛 今天早上開始搜索 那搜索到今天早上的表情 所以立刻今天才有 才有媒體登出來 才有民眾黨人的 今天晚上的 黨公職大會的會議的行程嘛 本來都沒有這個會啦 對 本來之後禮拜四要開會 開賬戶會議啊 對 那我認為明天不可能 明天上午應該就到他家去衝門了嘛 因為如果今天晚上 按照今天現在檢調所報導的進度的話 對 八點鐘沈慶欣先生要到北檢去訓 對 那換言之講他從早上八點就進到 進到廉政署的這個偵查的整個過程 那長達十二個小時的偵測過程 應該該講的講完了 或是不願意講的 也就不願意講了嘛 就是威京部分 兩個人很有可能被羈押的 一個就是沈慶欣董事長 一個是殷小薇議員 他們兩個會被羈押 因為殷小薇要走嘛 你要逃亡之餘嘛 當然要羈押嘛 逃亡之餘的時候 這個羈押的要件就已經形成了嘛 但是如果沈慶欣今天被收押 或是沈慶欣他們之間有人 根據我的經驗啊 在那麼大的案子裡面來講的話 大家會踊躍地爭取那一個 非常珍貴的污點證人的那一個缺 那個缺只有一個人 因為這個是非常珍貴 污點證人只有一個人 因為檢方不可能給你一大堆的污點證人啊 所以你要通通合作嘛 那我想說 殷小薇跟沈慶欣兩個人 都懂這個法律的問題 而且事先的律師都參謀作業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是殷小薇不是講嗎 深圳不怕影子邪 那個是對於在外面的講法 可以講得非常光緬彈簧 當你到了這個 到了地檢署的時候 那是另外一個說法 那個就是要面臨到很現實的問題 你要長達十年的刑期 五年的刑期 二十年的刑期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來講的話 顧不得道義啦 昨天我們不是看到了嗎 昨天在這個鄭文燦案子上面 兒子把爸爸給咬了嘛 對 兒子去當污點證人把爸爸咬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今天沈董如果接受我的意見的話 他就會把他的金流講出來 只要你看看 只要有一萬塊 兩萬塊 五萬塊 十萬塊 柯文哲的問題就慘了 最少十年以上有去律行 對 今天最現象就是 居然殷小薇早就被禁管了 對 我是剛剛看到媒體報導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就是他是在機場的時候 要出境的時候被攔下來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他本來也不知道自己被禁管 也就是說檢調其實早就都出手了 檢調早就出手了 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 可能都已經控制住行蹤了 譬如說彭政生 他是直接就把他禁管了 那一些還沒有收網的人 說不定柯文哲也可以試著出境看看 說不定柯文哲 柯文哲也被禁管了 他可能可以出境試著去試試看 他可能也會被出境攔下來 所以是不是說 今天昨天晚上 應議員在出境的時候 發現他被禁管 連夜有通知審 所以今天早上 有另外一個媒體報導說 本來審也是準備要出境 要跑 我不知道這樣子 是不是有竄起來說 整個過程 但從這整個過程就是 我們就知道之前 檢調可能有一部分 也還在放一些煙霧彈 譬如說我們還在約談 慢慢的一個一個的約談 似乎好像給相關人等一些假象 包括說沈還敢回來 因為好像他原本出國一陣子 7月17的時候 其實地檢署傳喚過審慶金 但是當時審慶金 就已經請假不到了 那聽說那一次之後 他就抓到了 想說 怎麼沒錢沒錢 傳喚我 是我告訴游淑為 為什麼傳喚我 然後他就趕快出國了 那是不是因為覺得說 你都還在約談而已 然後集團有事 他中間就跑回來 可是現在 一切一切的蛛絲馬跡 收起來看 我覺得一步一步的網 是越摳越緊了 當然我覺得最後一步 還是要動到市政府的相關官員 因為我們知道商人做再多事情 如果最後合章的人 那一個人 不管是柯文哲或彭政森 如果沒有OK 絕行章蓋下去的話 商人做再多事都是沒有用的